在手上 3月3号下午将近2点多 歌手周思杰就在台中西屯区 这个棋楼疑似高低差跌倒受伤 周思杰跌倒后续行程受到影响 在脸书上紧急发文 直播课程暂停 还要向台中市政府申诉 现前周思杰才因为控诉 遭到知名音乐人诈骗 露面求偿千万 现在又因为跌倒意外 又上媒体版面 他表示目前需要休养至少三个月 只希望有相关单位可以改善 防止有人在受伤 三地新闻林委志成员台中报道